我们来看一下日本的超级的漫画 这个超级的应该是包子比较不过的 爱元县的什么 他不懂这个 是个jam 那是猕猴桃 啊 kiwi 爱元县的皮味果酱 日本的日元的价格是484 484日元大概是484日元 这个是长野的安子 安子是什么 Aprico Aprico是安子 Aprico是幸福 看日本的水果好不好 日本的水果很贵 7000yen 7500yen一个 这个是6458yen一个 然后这个是葡萄 这样一串葡萄3000日元 然后是草莓 1500 一个Buck 一包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1580 加上税 1706 人民币大概是 多少 170 人民币 这个草莓 然后这个蜜瓜 是 这个大的这个是 153 8 485 485 差不多500块钱 这个瓜 一个蜜瓜 500块钱 500块钱 嗯 买10个吧 我爸爸来他会疯过去 你买10个吧 我买不起 哇果然很贵耶 蜜瓜 嗯 他应该很好吃 我觉得 如果不好吃的话 不太辛苦 这个是柿子 322 这个还可以 嗯 二十几块钱一个 嗯 我是挺喜欢吃柿子 哦 这个很贵 这个1000块一个 差不多60几块钱一个 嗯 嗯 挺好三个就不够 68块 差不多70块钱一个 哦 还有这个 白菜 白菜不贵还可以 200多 白菜就贵了 中国还好多 胡说 这样一半颗要13块钱 中国哪有那么贵 是不是 哇 日本的菜果然是 日本的菜果然是贵呀 不过日本的超市做的很干净 就是你走在这里不算是卖生鲜的 但是一点那种坏味道东西 这是海胆 真的海胆 2500 2486加税 大概是200多块 200多块钱 哇 这里很红红红的 是什么 清风 刺身它是解冻厚的 哇好多刺身可以买 喜欢吃刺身的人有不幸 是 这里是这么多酱油 这么多酱油 酱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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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柚子调味料 嗯 就是觉得太重了 喝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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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 这个也不是很好吃 这个也是柚子味的 而且是没有加盐的 就是手炸的 柚子汁 不知道用来干嘛的 应该是调味的 就是比如说你想做一些沙拉什么的 可以放一些这样的料 就是把它满过这种 啊 这里还有那个中国的面酱 就是中国的铃铁铁铁铁铁酱油的 豆豉酱 然后这种包装都特别特别的 中 特别特别老的这种传统的中国的感觉 嗯 特别像国外的中国超市会卖的东西 嗯 啊 这个是什么 酸奶做的好可爱 这个圆圆的瓶子 这个也是酸奶吧 这是草莓味的 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原味的 这个呢 芒果味的 那个Miyazaki的芒果味的 这个好可爱 好可爱的瓶子 真是布丁 可以吃吗 布丁 芒果布丁 杏仁布丁 哦 大家来日本一定要买这个 哦哈哟 这个好好吃 我们两个人每次来日本都要买好吃 可是今天早餐就买了 这个超好吃 这个 确实好吃 嗯 而且很便宜 140块钱加算 这个真的好好吃哦哈哟 阿酥牛奶 你喜欢吃的阿酥牛奶 哦 阿酥 但是跟我们在阿酥买的布是完全一样的 嗯 对 就是阿酥牛奶真的超好喝 阿酥都非常 日本牛奶真的太好喝了 不知道为什么吃 我可以买一个小的试试看 看这个阿酥牛奶 我们在我们两个去熊本的时候 就买一个熊本当地的阿酥牛奶 阿酥 但是这个包装不一样 真的超级好喝 嗯 但这个就只有在熊本有卖 找不到 对找不到一样的 这个虽然叫阿酥牛奶 但是包装不一样 不知道是不是一样的味 这就是回海牛奶 这个不是回海牛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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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个应该也挺好喝的 嗯 就是他们 哦 这个到底是烤鸡 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便当 啊 我觉得日本是这种 就是不想做饭的人 我觉得日本是这种不想做饭的人 你不认识的人特别友好 你不想做饭 然后吃你把一个便当 像这样子的 回去喂过炉一热就可以了 价格也不贵 而且味道还不错 你知道吗 就不像我们中国的这种 我们店里面办的 都是做好的 都是做好的 回去一弄就行了 好方便 是是 虽然我们两个人很想买点东西 但是离我们住的地方太远了 所以呢 终于是再买了 嗯 嗯 嗯